家族里的事情 以及公司大大小小几万号的人 都要你养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挺辛苦的吧 叶好玄笑道 你的身份是很多人羡慕的 但是他们只是羡慕你的财力 他们却不知道 你背后付出了多少 没有想到 最了解我的人 却是一个我刚认识不久的陌生人 梁佩珊看着叶好玄 她悠悠地说 如果家人能像你这样理解我 多好 会有人理解你的 但是有些人 他明明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厉害关系 但偏偏要去跟你争 因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一踏入这个社会 你就不可能享受到任何的温情 你的家人也好 竞争对手也好 他们都想尽了办法从你的身上捞出来点东西 他们不会对你忍死 你身上有很多故事吧 不然的话你不可能有这么多感慨 梁佩珊回头看着叶好玄道 我对你可是越来越好奇了呀 你和我相处得多了 你就会发现 我身上其实还有很多优点的 叶好玄认真地说 哦 是吗 你还有其他什么优点 你不妨对我说说 梁佩珊微微一笑 他看着叶好轩道 说不定我一高兴 就以身相许了呢 你居然也会开这种玩笑 这和你高冷的身份 可不太相符啊 叶好轩有些诧异地看着梁佩珊 其实你这样也挺好 不要成天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 那样的话 会把你身边的人都给吓到的 我是梁氏集团的总裁 如果我成天嘻嘻哈哈的 那么我的员工就会觉得我不严谨 一个大公司 触定是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的 所以我就算是想笑 也必须绷着一张脸 哎 真不容易啊 叶好轩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他随即笑道 但是现在你可以笑点 你完全可以不把我当成你的员工 你可以帮我当成你的朋友 真的可以吗 梁佩珊看着叶好轩 久久不语 两久他才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该相信谁 我最好的朋友 可是他 你说李淑 叶好轩吃了一惊 李如的母亲被一个神秘的组织抓走 他现在受制于人 所以不得不做出一些伤害梁佩珊的事情 叶好轩原本以为梁佩珊对于这件事情毫不知情 但是现在看来并不是那样的 看他的反应 恐怕是知道李如的一些事情 只是他不愿意去说罢了 算了 不提这个 这件事情你就当做不知道吧 梁佩珊摇摇头道 你是怎么看出来他有问题的 叶好轩可没有打算放过这个问题 他扭头看着梁佩珊道 从我一进入公司 他就千方百计地挖我 我早就看出来这里面 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哦 是吗 看来你也不笨啊 彼此彼此 叶好轩笑了笑 你不简单啊 知道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自己 也能忍得住 我知道 他一定是有苦衷的 不然的话 他不会那样对我的 梁佩珊淡淡地说 但让我生气的是 他不和我交心 他有事情 为什么不对我说 那可能是因为 他有不得已的地方 我虽然跟他不熟 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对你是挺关心的 如果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得已的地方 他不会那样做的 算了不起这个 叶无常 帮我一件事情 说这话客气了 我是你的下属员工 你是我的老板 你的话 是命令 他们上帮不帮的 叶好喧笑了 这女人今天为什么突然 客气了起来 不一样 这件事情 就当是我私人求你吧 梁佩珊摇摇头 好吧 你说 叶好玄点点头 能帮得上忙的 我一定帮 去帮我保护好李如 顺便查清楚她的事情 如果她有苦衷 及时向我报告 尽可能地去帮她 但不要让她知道 是我在帮她 好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帮美女做事情 一向是我最喜欢的 叶好玄哈哈一笑 我们现在回去吧 天色不早了 我想放松一下 梁佩珊想了想到 我之前抱过一个 抬寻道培训班 我是想需点功夫 保护自己 可是我一直没有去过几次 我想现在过去放松一下 不过 你得坐我的靶子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你心情有不好的地方 完全可以发泄出来 不过 你想学点防身的话 跆拳道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些人大多数 都是花架子 不会吧 我的教练 可是一个号称黑刀四段的人 我亲眼看到他一个人 放倒好几个 梁佩珊有些哑然地说 他放倒的那些人 都是他的学员吧 这种东西 表演的成分居多一些 所以可信度不是很高 你想去的话我陪你 不过想学点防身的 还是华夏的功夫比较好 依然跆拳道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华夏流行起武术热 健身热 而且 有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人 从国外引进了空手道 跆拳道这些东西 虽然论起武术 华夏是武术之族 华夏武术是最厉害的 但是华夏的武术 想要有点成就 所需要的周期比较长 短期除了让自己的身体 好点之外 不会有什么效果 往往一名华夏的武师 他的一身硬功夫的修炼 需要几年 甚至十几年的苦练 国外的这些各种 各种的拳 各种的道 前期的效果好 而且是花里虎哨的花架子多 所以颇受一些年轻人的追捧 这家宜然跆拳道馆 是护城最厉害的一家跆拳道馆 这里的教练最刺的都是黑带三段出身 而他们的馆主 据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黑带六段 这是已经属于大师级别的人物 一些白领平时工作忙 所以他们只有晚上才有时间 来这里去练拳 而在馆中的一片空地上 一位身穿跆拳道服的男人 在给教员传授着 抬拳道的姿势 姿势这样 对 手臂抬高一些 胸下手挺一些 下盘要扎实 男人一手托着一名女学员的腰 纠正着他的姿势 不过从这家伙的表情和动作上 就能看出来 这家伙开油的成分 比较多一点 王老师 我能休息一下吗 我真的累坏了 女学员累了 她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白领 平时养尊处优的 简单的几个动作 就能让她气喘吁吁的 行 大家休息一下吧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练拳时的一些技巧 王武叫停了所有的练拳的学员 他开始给学员们讲一些技巧 这家伙的黑道四段 是有真水平的 他对于跆拳道的一些搏击技巧 十分的有见解 他口沫纷飞的给这些学员们讲着 中间还夹杂着他一些 半针半甲的搏击经验 不过这伙的口才好 所以说他的学员们听得是如痴如醉的 王老师 你说是我们华夏的功夫厉害 还是跆拳道厉害 有一个学员看他讲得这么精彩 忍不住地问他 华夏功夫 王武笑了 他不屑地说 那就和华夏的中医一样是个笑话 同级重量级别的对手 跆拳道能把华夏的功夫描几条街 这就是你的教练 叶浩轩听到这句话极其地不爽 这家伙侮辱华夏功夫就算了 偏偏还侮辱华夏的中医 这让叶浩轩这个医圣情何以堪呢 靠 难不成他的中医是吹出来的 是 跟他不熟 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品 梁佩珊皱了皱眉头 我在这里叫梁秋莹 这是化名 我知道 我知道 叶浩轩点头 梁佩珊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身份 不然的话 他在这里就没法安心地练了 秋莹 你来了 王武正讲的口莫纷飞 一看到梁佩珊 他一流音地跑到了梁佩珊的身边 带着一丝讨好的笑意 你好久没有来到这里来了吧 落下的功课可不熟啊 来来来 我跟你单独地讲讲 其他人 继续地自由练习 王武对其他的学员们一挥手 单独就不用了 反正我只是随便玩玩 你教其他同学的时候 我在一边认真看看就行了 梁佩珊淡淡地说 那怎么行 王武明显地别有用心 他摇头道 跆拳道 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拳法 这是一种精神 我们不能抱着玩的心理 来看这件武技 这是武道的精神 所以你是半国人 听这家伙在这里吹嘘 叶浩轩是再也忍无可忍了 这家伙的性格和某个国家的人民 很像啊 那种不要脸的程度 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 我是华夏人 王武正口膜纷飞地讲着 听到叶浩轩的这句话 他便气不大一处来 哦 我看你吹捧跆拳道这么厉害 和那个国家的吹牛逼的成分挺像的 所以就以为你是半国人 不好意思啊 叶浩轩大笑起来 求赢 这个家伙是谁 王武有些神色不善地看着叶浩轩 说真的 他第一次看到梁沛山的时候 就惊为天人 发誓一定要追到手 可惜的是梁沛山一个月 也来不了几次 而且每一次来 来这里都是匆匆地看几眼就离开了 这让他没有一点机会 今天呢 好不容易盼到梁沛山来了 他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可是叶浩轩算是什么玩意 他也敢拦着自己把闷 他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我的朋友 他懂华夏武术 梁沛山不动声色地给叶浩轩 拉了一记仇恨 华夏武术 你是想改学跆拳道的吗 来来来 我给你讲讲我们的收费标准 王武一听这个 马上来了兴趣了 他们这些教练也是有学员指标的 如果招进来一个学员 他们的提成就会多一些 提成高了 收入自然也就高 更重要的是 他的收入不是来自于他的工资 而是来自于能忽悠多少学员 来这里学权 哦 不好意思啊 我来这里是陪我朋友看看的 而且我对这门世界上最厉害的拳法 没有什么看法 叶浩轩飞飞一笑 而且我还是觉得 我们华夏的功夫才是最厉害的 你这是被华夏武术洗脑了吧 世界上比华夏功夫厉害的东西多了去了 比如跆拳道 华夏的功夫连空手道都不如 怎么可能和我们跆拳道比 你和华夏的高手过招过 叶浩轩越来越不爽这个家伙了 这伙是真的没底线呢 他生在华夏还这么拼命地贬低华夏的东西 这么的崇洋媚外 你妈知道吗 没过招过 但是不用过招 就算是再厉害的高手 在我黑带四段的实力下 完全就是渣 王武不屑地说 黑带四段很厉害吗 叶浩轩有些诧异地 看了梁佩珊一眼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梁佩珊摇头道 我只见过他跟学员们过招 没有见过他跟高手过招 要不你们两个试试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我怕他不应战 毕竟会吹牛逼的人 其实都是有自知之明的 叶浩轩微微一笑 你要跟我过招 王武脸上的笑消失了 他盯着叶浩轩 上上下下地打量着 直到最后他确定这家伙 和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高手时 他才笑了 你敢不 拿出你们世界上最厉害的招式 来对付我 你来看看我自己能不能撑过三招 我怕到时候会打得你满地找牙 你会后悔 王武冷笑了一声 花下功夫 那点花拳绣腿 也敢拿到我这里牵牌 这么说 你是自己能打得过我了 叶浩轩道 一只手让你都不成问题 王武笑了 他拍拍手道 来来来 大家都把手里的事情停一下 都过来一下 本来正在练习的学员们 全部都停了下来 他们都围了上来 现在有一位懂华夏功夫的高手 要来挑战我 王武把高手两个字咬得特别重 你们觉得 我有几分胜算呢 谁呀 就他嘛 王老师 你别逗了 你跟他打 简直就是欺负他 就是呀 你看他身上没有几两肉的样子 怎么可能是王老师的对手 王老师 他在你手下走不过一招 那些学员们自然是向着王武这边的 这些吹捧半真半假的 但是让着王武是十分的享受 他得意洋洋的回过头 盯着叶浩轩道 你确定要打吗 要啊 看来你在你们学生中的威望很高嘛 你的威望越高 就代表着实力越强 我也就越来越期待 叶浩轩笑了 他活动着身体上的关节道 我也越来越期待和你打一场了 我会打得你爬在地上求饶的 王武笑了 那就求你打败我一次吧 叶浩轩也笑了 老师 单纯的这样打没意思呀 我们下个赌注 拨个踩头吧 有人起哄道 对对对 那样才有意思 我押王老师赢 我也押王老师 必须的 这么稳赚不赔的好机会 我们怎么可能错过呢 哈哈哈哈 拳馆里的学员们 毫无例外地 把他们全部的钱 都押在了王武的身上 只有梁佩珊 一个人没有押 秋莹啊 你不下点注文文吗 王武得意地说 哈哈哈哈 虽然赚不了大钱 他也是个踩头啊 押我 必胜 我押我朋友身上 我觉得他能赢 梁佩珊微微一笑 他拿起了钱包 拿出来里面的钱 全部压到了 叶好轩的身上 行啊 行啊 哼 王武的脸色难看至极 梁佩珊这简直 就是在打他的脸 更何况 梁佩珊是他的女神 现在女神都倒戈 想别人哪里了 这让他十分的不服气 开始吧 别浪费时间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 见识见识 你这世界上最厉害的 跆拳道了 叶好轩嘲讽道 他跃跃欲试地说 我来说 下跃了 我来说 在这边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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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